阿囉哈 大家好 我是哲平 好的 我們今天一樣 又是要來挑戰我們的 漩渦關卡啦 然後其實這一關的甜蜜關卡的話 哲平之前也是有挑戰過 而且是在還沒有任何 就是很多超級的時候挑戰過的 所以其實這關的難度也算 不會說很難 因為基本上 它裡面就是 黑色的敵人跟紅色的敵人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關卡裡面長得是怎麼樣子吧 這關卡就是 能夠拿到銅像貓的那個漩渦關卡 然後基本上哲平 因為後來有很多隻超級西友都抽中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我們打黑色的武田信玄 再加上我們的 最近才剛抽中的 打黑 對黑色很耐打的那個西元式機器子 新手如果要打這關的話 很簡單就是 就帶一些小貓 然後再配上那個我們的美魔貓 再加上我們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電風扇貓貓啦 電風扇貓貓其實 就是這款遊戲就是會自動配給你 所以 就是一隻還蠻好取得的那個 新手暈黑色的貓貓 好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黑漩渦進擊黑漩渦困難 裡面的關卡是長的什麼樣子吧 其實這關的難度應該沒有 就是沒有那麼困難 因為他是困難版的嘛對不對 所以就是沒有這麼的困難 所以一開始我們一樣就是 如果你要累積一些 控場貓貓的話就是可以出一些貓貓 然後出來 或是用那個 其他方法 比如說把那個漩渦拉近之類的都可以 不過打黑色敵人的話 還是盡量叫做我們的美魔貓會比較優秀一點 然後就是一直集錢一直集錢 然後 如果沒有那個超級稀有的攻擊 黑色的角色的話 是可以用那個 巴哈姆特的 然後用疊巴哈姆特的方式 疊多一點巴哈姆特然後疊過去 改變疊兩隻之類的然後過去跟他們打 也是可以的 我記得這一關的話除了黑色的漩渦以外 還會有一隻紅色的 大魔王 所以就是大家 可能就是要 來那個 來思考一下要帶什麼配置 基本上 漩渦的話呢 可以用電風扇暈 也可以用那個 暈漂浮的來暈 基本上就是這樣的 好 我們暈到他了 再繼續暈 繼續暈 基本上哲平我是不會怕啦 因為 基本上我的 我的打黑色的角色 都太強了 所以基本上打這個漩渦應該是 綽綽有餘的 不過大家可能就是要比較 注意一點就是 自己可能要 帶什麼 帶什麼貓貓來定他會比較好 可能帶一隻電風扇貓貓是不夠的 像哲平只有帶一隻電風扇貓貓其實有點不太夠 然後大家可以帶那個班長啊 或是薩滿貓啊 因為都是可以暈那個 暈我們那個 暈我們的那個漩渦的 好 那我們就繼續打過去 然後這樣漩渦解決 就剩下要打敗我們的 紅色魔王了 基本上紅色魔王的話就是 看有沒有人也可以暈 暈紅色或是 怎樣的角色出來 或是打紅色的 就是 如果整隊帶出 都是打黑色的話 其實魔王是比較 不會那麼可怕一點點的 因為 他移動速度比較慢 然後攻擊速度比較慢 所以就是 大家可以解決完 恐怖的漩渦之後呢 就可以來打我們的魔王 好 基本上就是沒有問題 然後這個關卡基本上就是長這樣 就是 一開始碰到塔的話 就是我們的黑色漩渦 跟我們的紅色魔王就會出來 然後黑色漩渦的話 就是建議大家用一些 能夠暈黑色的貓貓 或是暈漂浮系列的貓貓 來暈住他 然後用你的那個 黑色攻擊手來打他 如果沒有像哲平那麼多超級稀有的話就是 慢慢打 打比較久一點 然後打死他之後呢 就是要面對我們的紅色魔王 所以你可以 也帶一些 能夠暈紅色 或是能夠打紅色的一些 那個貓貓出現 好的 這就是我們的黑色漩渦啦 好的 那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可以歡迎按喜歡 然後如果你喜歡哲平的話 可以點個訂閱 然後 如果你有任何想要跟哲平講 或是想要跟哲平分享 或是想要跟哲平分享 或是想要跟其他觀眾講的話 都可以在以下留言喔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啦 大家 掰掰 vern gonna 我要じゃない 動 min 那 朋友 小ưỡ diagram 轉